第四次的部分的那个问题 它提到就是说那个输入资料的时候 如果这个表完全是空白的 也是完全没有输入的时候 它会产生错误 那错误的讯息是 这个地方出现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你假设要输入资料的时候 类似我们之前这个范例 我把这个资料假设把它删除好了 也许这些 这两列可以把它删掉 然后 它底下这个如果会变形的话 如果这个资料变形的话 记得把这个按Ctrl键 最好是全部 把这个全部 如果你不要让这个按钮变形的话 删除的话你按右键 选取按右键 存在格式里面的话 把它改一下这个 这个摘要资讯 大小位置 不随那个吹装格改变 这个改一下 按确定 然后把这两列删掉好了 那假设 因为我们之前 是从 这个地方 A2追踪 所以Ctrl向下 那我们是怎么样 把它加1 往下一列去输入资料 但是有一种情况怎么样 如果这里面没有资料 那会有个问题 那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如果你追踪的话 Ctrl向下 会变成什么 最下面列 6536 那就会出现错 因为里面如果空的 假如这样 其中表单 假如我输入 Aaa OK Enter 随便输入几个成绩 当然之前按新增 会直接新增到这边 可是新增 你会发现 这个范例我好像 里面没有写成 我换一个 那可能会产生一个错误 那怎么办呢 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补两行就好了 拿两行 我们来看一下 我之前是把范例放在 这一个 OK 然后 比如说我今天 我如果要改的话 其实就把这边假设删掉 会出错 那错误的话呢 我们怎么办呢 其实改一下 那改哪个地方 一先把那个我们的 VBA先打开 然后里面的话 改的部分 我们就把那个表单部分打开 那原来的写法按新增点两下 这边 我们原来的写法 把字放到工具选项 然后 我自放12号 OK 那上面都房呆 最终到这里新增 那也就是说呢 我先判断一下 如果 什么呢 这个地方原来是向下追踪 原来是从A2 向下追踪 然后 加1 可是问题 现在没有东西 你也没办法追踪 会怎么样 我刚刚讲过 你会追踪到最下面 那个R的话 会是6536 或者是说1048576 看你的版本 那怎么办 很简单 这边做一个逻辑判断就好了 那怎么做逻辑判断 如果 这边做一个逻辑 逻辑 逻辑什么呢 其实 方法很多 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什么 如果 假如 我用什么呢 A2这个储存格 来当判断的基准 如果A2这个储存格里面 假如说它是空的 空的话就等于 等于没有东西 那表示什么呢 因为 理论上如果说你有栏位名称 但是里面会空的话 那表示 是then enter两下 好 我先把那个l 结构先打完好了 and if ok 然后 逻辑判断 那 如果呢 他没有东西的话 那我就怎么样呢 我就把R 直接等于多少 直接就跟他讲说你从第二列开始吧 那输入2就好 反之怎么样 就 R 直接怎么样 等于向下追踪 不过追踪我建议是从改成A1开始 因为你如果A2的话 那假如刚好新增一笔 他向下追踪还是最后一个 但是如果你有 A1开始的话 追踪如果A2有资料 那就会抓到什么 抓到A2 加1 那就正确 所以 比较ok的写法 我们原来他其实呢 同学问的问题 之前也蛮多同学也有问到 只是说刚好 他可能刚好工作上用到 那其实我只是什么 加一个逻辑判断 有没有 A2 等于空的 Zen R直接等于2 反之如果A2已经有东西 表示有第一笔资料 那我就从A1 特别就要改一下A1 向下追踪加1 就好了 ok那这样写完应该就没问题了 ok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ok 所以其他地方 导也不需要改啦 就这个地方这样改 也不用特别要怎么样改的很很很 很复杂 不用大概这样就 那我试一下 基本上 刚刚会出错的话 那现在会不会出错 A A A 好然后直接输入 那因为没有 A2没有东西 所以直接就是指定第二笔 把资料新增 ok那这样没问题 那这个时候的话 如果我 游标放A1 Ctrl向下 所以你可以用追踪的 其实追踪实际上 就Ctrl向下追踪到的类 ok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试一下 如果刚刚的方式 ok的话 BBB好了 可以随便输入一下 嗯 这样子 好然后按新增 会不会成功呢 这个时候A2有东西 所以他会自动追踪到 第二列加1 放在这里 好看有没有成功 欸成功了 那后面因为都有东西了 所以他一直往下就ok了 好你看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那这样的写法是最简单的 好你不要弄的很复杂 写法可能不止这一种哦 但目前想到的最简单的方法 应该就是把它写成这样子就好了 追踪 原来写这样 然后加一个逻辑判断 ok 那因为同学问到了 所以我顺便讲一下 这个未来应该你们工作上也会遇到 ok 那程式不用把它写太复杂 那因为他出错的原因应该是R 我以为R已经追踪到最下面一列 你又加一列 那没有这一列了 已经最下面一列你还加一 那哪一列没有了 ok 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上个礼拜我把重点稍微叙述一下吧 Sumple的函数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主要是讲了Sumif函数 这个函数 这两个 然后用了所谓的那个什么 万用资源 特别重要 星号跟问号 尤其是星号最重要 有没有 ok 然后呢 还有用那个Large跟Sumple函数 所以如果这个 假如你要什么 排那个数字的大小 某个范围 它由大到小 有点像排序的 只是说你不需要重新 让它去重新变化出一个位置 你只要给它一个K 它有个值是K 第级的 所以我如果前后三米 那就是Large三 就是第三 然后大于等于第三的 那倒数的后三名的话 就是抓到倒数第三名 小于等于第三名 那就可以抓到 另外的话呢 你可以在VBA里面 用那个Volkship function 可以抓到Excel里面的内建函数 可以拿来用 ok 那其他的话就是 那个教师研习统计表的部分 那上礼拜上讲到这里 所以请各位再把那个教师研习统计表这一题 再打开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 各位也可以试试看 在数学函数这一题 第二个 ok 教师研习统计表 打开来 然后另外的话今天也有几题 把它启用编辑一下 启用一下 可以上礼拜我看看 上礼拜好像这个清除 ok 那我们有保护了 所以他可以清除 我这个有讲到吗 还没吗 ok 那也就是说如果设保护之后的话 那该怎么做 上礼拜应该要讲到这个吧 把序值2变成序值3吧 ok 那只是说这个VBA 如果有保护的话该怎么做 画面先还给各位让我试一下 那如果表单部分的话 记得就是如果你的A2 假如说你那个表里面全部是空的话 那恐怕你就要补一个什么 补一个逻辑判断就好了 ok 那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